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The poem begins with advice regarding how to behave righteously in the face of unrighteousness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句 好 这一句呢 它说呢 主词 我们一看主词 这个句子的主词就是the poem 就是诗 这首诗 好 它说呢 这首诗呢 以什么为开始 这是一个不错的片语呢 同学呢 不妨呢 把它记下begin with 这个with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以的意思 以什么东西为开始为开头 英文就用begin with 好 这首诗呢 一开始呢 是以什么东西为开始呢 以advise 以忠告为开始 好 那就忠告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呢 马上接了一个字 好 这个字呢 就是regarding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regarding 好 regarding这个字呢 是少数几个介细词 字很长的 各位要是有印象的话 我们知道介细词通常都是两个字母 三个字母 四个字母 对不对 但是regarding这个字呢 比较特别一点 好 它是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个字母的介细词 所以这个介细词呢 同学呢 特别要把它记起来 OK 好 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呢 这样是哪一方面 关于哪一方面的建议呢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regarding 这就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当作形容词 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那这个名词就是with的首词 所以这首诗呢 以忠告或者以建议开始 哪一方面的建议呢 关于什么什么的建议 好 所以呢 因为它是介细词 所以它后面通常要接的就是名词 或者是名词片语 或者是名词子句 好 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这一段的文法里面重要的一个用法 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疑问词 后面再加上不定词的时候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在我们的文法里面 我们呢 要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名词片语来看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的前面有一个疑问词 那后面呢 接到一个不定词的时候 各位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名词来看 所以这就符合了我们一开始讲的regarding 这个字当作介细词 后面要接名词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how to behave how to behave righteously 一直到这个地方 好 这是一个介细词片语里面的一个名词片语 而这个名词片语就是放在介细词regarding的后面 当regarding的手词 所以整个就形成了一个介细词片语 那介细词片语放在名词后面 用来修饰它当作形容词使用 好 所以他说呢 关于什么东西的建议呢 关于如何去behave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 Behave这个字呢 其实同学不要被他吓到了 他的意思就是表现 一个人呢 面对一个问题 你要做出了表现 做出了反应 英文就是behave这个字 那同学如果有注意看的话 他其实就是两个音节 对不对 一个是be 一个再加上have 好 所以他说如何去怎么样 如何去表现 怎么样的表现呢 righteously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righteously 好 那righteously这个字呢 它其实它的意义 这个字 它其实从right演变过来的 那right本身可以当作右边的 对不对 但是注意哦 它也可以当作正确的 对的 它也可以当作向右底 也可以当作马上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它加上ly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righteously 这个字其实就是从right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righteously呢 其实我们是在right的后面加上一个eous 我们就念成righteous 那righteous的意思本身就是公正的正直的 在后面加上ly就变成它的副词 好 所以说呢 关于我们要如何去表现 好 要很公正 很正直的表现 在什么时候表现呢 好 这边又有一个时间副词片语 也是由戒系词所引导的 叫做in the face of 那同学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face是脸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在你的面前 也就是当你遇到 当你面对什么什么 好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unrighteousness 好 这个字呢 同学不要被它骗到了 我们刚才有讲到right 是公正的 对不对 加上ousrighteous 是形容词 我们在后面再加上ness as 就念成righteousness 好 righteousness就是公正正直的意思 所以呢 当我们面对一个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前面加上呢 un 那我们知道un是not 是不的意思 所以呢 unrighteousness 指的就是不公正 不正直 不正当 所以呢 当我们面对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 关于我们要如何去公正的去反应 或者是做出我们该有的行为举止 好 这首诗就是以这样子的建议开始的 好 接下来他说 when people are hostile towards you remain calm and steady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when 当什么什么时候 好 这边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时间复词指句 用来修饰后面整个句子 对不对 当人们是hostil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hostile 也可以念成hostile 那hostile这个字呢 指的是敌方的 或者是怀有敌意的 他说呢 当人们呢 对你怀有敌意的时候 好 那toward这个字 它是一个界隙词 也是属于比较长的界隙词 你表示像或者是朝向 或者是对你的意思 好 这边呢 对你呢 有敌意的时候 remain calm 好 注意哦 remain 同学有没有看到 remain 你要保持 你要维持 英文就念成remain 那remain呢 它是一个动词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动词放在句子的前面 这是一个表示间的副词词句 所以这边你会发现 动词注意它不是当作主词哦 它前面其实省略掉了两个字 就是you should 你应该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呢 常见的叫做 我们中文文法 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起始句 你应该要维持 你应该要保持 保持怎么样呢 Calm Calm 指的就是 镇定的意思 这个常常看到 对不对 我们说 你要那个什么 Calm down 不要太激动 下来Calm down 就是这个词 好 你要呢 维持呢 非常的镇定 而且呢 steady 好 steady 这个词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中文 就把它翻成稳定的 或者是平稳的 所以呢 当人们呢 遇到人有的人呢 面对你的时候呢 他非常怀有敌意 那你应该要保持 镇定 保持平稳 好 既然它说 Have faith in yourself when others blame or doubt you but be receptive to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好 我们看这一句 Have faith in yourself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have又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放在句子的前面 动词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起始句 你应该要这么做 那这边的时间复制指句 when others blame or doubt you other 指的就是other people 当有其他的人 他blame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blame这个字呢 指的是归咎于或者是责备的意思 好 这边有一个蛮常见的片语同学呢 不妨也把它记起来 就是blame a on b 将 a 怪罪于 b 那这边直接用blame某人 指的就是责怪某人 或者是 doubt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doubt 它的意思就是怀疑 特别提醒同学 这个边的be 它是不发音的 所以当其他人呢 他责备你 或者是怀疑你的时候 have faith in yourself 这是一个起始句 对不对 你要对你自己呢 要有信心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faith 那我们这边呢 是have faith in 后面呢 加上一个人 对不对 表示对什么人有信心 好 那注意哦 这边除了用faith之外 还有一个字也可以 这个字呢就是confidence 它的意思 也是自信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当呢其他人呢 怪罪你 责备你 或者是怀疑你的时候 你对自己要有自信 but be receptive to constructive criticism 但是呢 你要be 这边有没有看到 be又是一个原型动词了 对不对 这边又是一个起始句 所以呢这个句子呢 基本上就是由对的连接是but 连接两个起始句 好 所以说呢 你要怎么样呢 you should be receptive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receptive这个字的意思 指的就是善于接受的人 容纳的 那其实这个字呢 是从这个字来的 叫做receive 那receive就是收到 人家给你什么样的意见 怎么样的建议 你呢收到了 把它收到你的心里面了 所以我们把ve 这个ive呢 把它改成ptive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善于接受的人容纳的 我们就念成receptive 好 所以呢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善于接受 接受 对面对什么事情要接受呢 好 这边我们看到 to constructive criticism 这边的to 是一个介细词的to 因为它后面接的是名词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形容词 念成constructive 它的意思就是建设性的 积极的 那criticism呢 好 相信有同学 应该知道的 它的意思就是批评 当人家给你的批评 它不是恶意的 它是对你有好处的 有建设性的 那你要能够开放你的胸襟 要能够接纳别人的批评 好 接下来它说 No less important is the quality of patience for without it the fruits of your labor may be lost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好 这一句呢 比较特别的是 它一开始 它有一个就是no less 好 注意哦 no less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它是一个比较集 对不对 less就是较不较少的意思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好 较少较不较小的 不如就是less no是不的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呢 no这个字呢 它其实它是一个否定句 它是一个否定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有没有印象呢 当我们以前讲到 有个否定摆在聚首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印象 后面要接什么呢 要接所谓的导装句 那什么叫导装句呢 下次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好好的说明 这个导装句的用法 好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no less important is the quality of patience 它其实这个句子 它的主词是在这里 好 这个the quality of patienc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quality quality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是所谓的品质 那在这边呢 指的就是特质 什么东西的特质呢 就是这个patience 耐心这个特质 is no less important 它不是比较不重要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no less known 是否定 less它也是否定 所以呢 两个否定 负负得正 所以它其实要表达的是一个正面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patience 耐心这个特质呢 不比不是比较不重要 那表示呢也是很重要的意思 ok 所以呢这个no less 就是表示同等的 同样的 好 所以说它说这个耐心的特质 也是同等的重要 同等重要的就是这个耐心的特质 no less important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是一个导装句 那所谓的导装句 各位还记得吗 好 这个important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主词补语 好 后面这边接B动词 对不对 好 接B动词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导装句 那这边真正的主词在这边 好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导装句 动词跑到主词的前面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导装句 好 所以呢 同等重要的呢 就是耐心的特质 for without it 好 注意哦 这边的for要特别注意到了 这边的for 在这边是等于because的意思 各位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for 它可以等于because的用法 好 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它只能够放在句子的中间 不可以放在句子的前面 而且后面呢 要接完整的主词跟动词 好 所以呢 因为没有它 好 这个it 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前面的the quality of patience 就是所谓的耐心这个特质 如果 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 the fruits of your labor 好 fruits就是成果 fruit原本的意思是水果的意思 对不对 在这边呢 就是你努力会有一个结果 会有一个成果 那这边的fruit 指的就是你努力的结果 好 那这边你知道呢 这边借细词片语 它就变成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前面的名词fruit 好 所以呢 你所付出的labor 那labor这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劳力 或者是努力 你所呢付出的努力的成果 may be lost 好 那lost就是消失不见的意思 这边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用的是被动语态 那lose这个字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lose的动词三态 不要忘记咯 lose lost lost 好 假如你如果没有耐心 因为你没有耐心 所以呢 你努力的那些成果 可能就会失去了 就会不见了 就会消失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句 and if people despise you or spread lies about you be truthful and refrain from returning the hatred 好 我们看这一句 and 而且假如 好 而且怎么样呢 if 好 这边是一个假设语气 对不对 假如发生这一件事情的话 好 由if所引导的一个子句 假如人们despise you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despise despise这个字的意思是鄙视 它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极物动词 假如人们鄙视你 或者spread lies about you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spread spread这个字呢 展开散步 在这边呢 当作散步 散播的意思 好 特别提醒同学 他的动词生态是属于不变的 生态不变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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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他说呢 假如人们他呢 鄙视你 或者他呢 散步谣言 谎话 谎言 lies 关于你的谎言 关于你的谣言 be truthful 好 各位没有看到 这又是一个原型动词 放在聚首 表示一个起始句 你要呢 truthful 好 那我们看一下 truthful这个字 来 这个字 应该呢 同学应该觉得不难哈 他的意思叫做诚实的 也可以当作所谓的坦率的 好 也可以当作坦率的 那这个字呢 应该是很简单 这个字就从truth 真实的演变过来的 加上th 再加上ful 他说呢 你要呢 坦率 你要很坦率的去面对 当有人 假如有人呢 鄙视你 有人散播对你 不识的一些谣言或谎言的话 那你要很坦率 and refrain from returning the hatred 好 那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蛮不错的动词 这个动词呢 同学呢可以记一下 他的就是你要忍住 你要忍耐的意思 但是同学要特别注意到reframe 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那你后面不可以直接接名词 当它的souls 那怎么办呢 不要忘记了 你要加上一个接系词from 那遇到动词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办 遇到动词的时候 你要在动词的后面 加上ing 把它变成动名词 这个是我们这个动词呢 特别要提醒同学的reframe from 所以reframe from的意思呢 就是要抑制 或者是忍住的意思 你要节制 你要抑制 你要抑制什么呢 抑制后面这一件事 returning the hatred 好那我们知道呢 return这个字呢 原本就是所谓的把它归还的意思 人家说呢 人家敬你一词 你回人家一丈 人家对你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双倍的奉还 就是return 那这return 把什么东西给回回去呢 把什么东西给退回去呢 好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hatred 那hatred就是憎恨 因为人家就是不喜欢你 对你有敌意 人家才会敌视你 鄙视你 或者是散播对于你的谣言 所以当人们 假如有人对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坦率 而且呢 你要克制住 不要呢去 去以怨抱怨 好所以这边的returning the hatred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以怨抱怨 人家呢 对你呢造出了伤害 你也要去伤害对方 好我们要克制 不要做这一种事 reframe from returning the hatred 好那hatred 憎恨这个字 其实同学注意看 应该就知道 这个字呢是从hate 憎恨演变过来的 好接下来他说 doing so is the only way to put an end to the cycle of hatred and dishonesty 好我们看这一句 doing so 好表示这么做 如此做 怎么做呢 好就是前面这一件事情 当人们对你呢鄙视 或者是散播对你的谣言伤害你的时候 你不要以怨抱怨这件事 因为只有你不以怨抱怨 这才是唯一的方法 the only way to 好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说做什么事情的方法 to 后面接一个不定词片语 put an end to 好就是一个很棒的片语 put an end to 指的就是呢 中止的意思 把什么什么东西给中止 把它给结束起来 所以呢这么做才是唯一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去中止这个轮回 这个循环 好那cycle这个字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好cycle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循环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呢 我们要做环保 好我们要回收我们的可用的一些资源 这个字就是从recycle 这个字跟演变过来的 好所以呢我们呢 才能够呢去终止这个寻回 什么叫寻回呢 of hatred 就是所谓的憎恨的寻回 还有呢 dishonesty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dishonesty 好这个字呢同学应该是觉得不会太难 对不对 因为这个字呢是从诚实honest演变过来的 它的名词就是在后面加上一个y honesty 在这边我们加上了一个字首 this就是不的意思 就变成不诚实不正直 好接下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我们看一下 in addition it is essential to be modest and humble 我们看一下 好in addition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叫做addition 那addition这个字可以当做加或者是附加 对不对 但是in addition 特别要提醒同学哦 它的意思就是此外的意思 好此外的意思呢我们也经常用到 可以用来用哪几个来去代替他呢 相信同学都有印象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besize这个字 好你也可以用所谓的more over 或者是furthermore 像这些都有此外的意思 好但是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in addition 跟in addition to 不一样哦 多了一个to之后 你后面 一定要接一个名词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好这时候的to 它是一个介细词的to 后面要接名词表示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好所以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单独的介细词 片语后面没有接任何的名词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此外 此外呢it is essential 这是非常常见到的一个句型 好看到it的时候 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要往后面去找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所谓的不定词 另外一个就是that 词句 那各位看得到了这边呢 你就可以知道 它这边呢放的就是一个不定词 它是一个真主词 而at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虚主词 它是必要的 是基本的 是重要的 好我们看一下essential 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必要的重要的 所以呢 此外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 就是后面不定词 这件事 to be modest and humb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modest这个字 它的意思 中文把它翻成你要审慎 你要适度的 这件事情呢 谦逊 它此外呢也可以当作所谓的谦逊 它在这边呢是当作谦逊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humble humble 这个字指的就是谦虚的 ok 好所以呢 这就是呢我们这首诗的第二段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